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这样的霸权到底还能够撑多久 一个霸权当其成霸的偶然因素逐渐消失时 就是在向其基本面违规了 而这也是其霸业衰退的开始 曾经的美元霸权如何一再自毁长城 成就了当前的去美元化大趋势 当年的八国联军这八国家 现在还有哪几国不再衰退 视频道在今关注天下大财经 首先喜欢世界 欢迎回来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9月8号 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 中年96岁 王储查尔斯及时继位 成为了英国查尔斯三世 伊丽莎白二世在位70年 见证了英国由胜而衰70年的下行路 而前不久 实验生在节目当中 分析过了人类新500年历史中的 三大帝国 荷兰 英国 美国的大循环周期 但当时比较侧重在美国 而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英国 是怎么看待英国在18世纪的崛起 19世纪的巅峰 以及进入20世纪后的没落 还有英国的未来前景呢 前不久呢我在分析这个近500年 这个大国的胜衰的时候 我借用的是那个达里欧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他在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 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那里面有一些分析的价格 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经常会引用 那么他在分析500年的时候 有西方就全球三个大国吧 按照顺序呢是荷兰 然后这个英国 然后美国 先后呢出现胜衰的情况 那么当然是荷兰在先 英国其次 最后是美国 那么胜衰呢 既然是胜衰 那么划成曲线的话 就首先是上升 然后就下降 上升下降上升 那么在前一个下降的时候 后一个上升 就会出现一个交叉点 所以英国跟荷兰交叉点 就出现在1750年前后 然后这个英国跟美国交叉点 就出现在1900年前后 那么大概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但就英国而言 果然是崛起于18世纪 巅峰于19世纪 然后在进入二世纪之后 就开始被美国取代了 这些帝国的新预旋 是否也存在一些 值得注意的脉络和逻辑呢 对 那么针对这个 我也提出过 我的一个比较有趣的 一个分析的架构跟逻辑吧 就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 新也好 衰也好 他们新衰的过程呢 一个基本逻辑 它为什么会新呢 我认为最主要有条 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突然间非常强 那么因此它又超过别的国家 那么什么时候会衰呢 就它的核心竞争力 开始衰弱了 或者有另外一国家 它的核心竞争力 后起之秀 能够超过前者 那么于是就出现 一个新体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我这边要补一句 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管任何一国家 新或衰 基本上都是一个 短期的现象 在长期 他们都将回归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回归 他们这国家的基本面 基本面 才是它长期的主旋律 那么就以您的分析架构 来观察一下 英国的现实变化吧 好 我们看看英国为什么新呢 它的核心竞争力 大家念历史 都应该很清楚 头一个 当然就是工业革命 是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资本主义 都集中发生在 这个英国提高的 生产力竞争力 那么再一个 它的议会政治 这个创世界先锋 也很好 因为它能够有利于 英国在这个 处理公共资源时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它国际大幅增加 然后通过这个航海 通过这个重商主义 然后侵略别的国家 走上帝国主义 然后全世界殖民 达到它巅峰 它最高巅峰的时候 它在全世界的 陆地面积 占到3400万平方公里 你想多大 差不多全球陆地面积 四分之一 人口也在 同志人口占到四分之一 这是它的巅峰时刻 您说英国强大的 核心竞争力 使得英国在19世纪 是攀上全球巅峰 在全球殖民号称是 日不落国 而这是新的逻辑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有胜而衰 又是怎么来观察呢 好 那么就用我刚才的 一个分析逻辑 那么现在当英国 进入到20世纪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它就发现到 应该出现到一个美国 一个新一大国 美国也是 有第二次工业革命 那英国错失了 所以美国的核心境率 又超过英国 这是英国第一个 核心境率上失了 那么然后上失了以后 在第一战 一战跟二战的时候 这个英国又大伤元气 那么就开始走下坡了 二战之后 它控制的那个 殖民地就纷纷独立了 也就是它第二个核心 之内又在上失了 那么所以这个形势 已经没办法逆转了 那么我们都记得 1982年 那个时候 薩切尔这个 夫人 薩切尔这个首相呢 这个打了一场 这个南半球 这个马尔维拉斯岛 那么又或者叫 福克兰群岛的一个战争 那个时候 打胜仗 可是用我的话来形容的话 那是大英帝国的 回光反照 然后到了1997年 那么这个香港 归还给中国 应该说就是为英国 大英帝国的一个世纪 画下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据点 但英国迄今显然 在这个心态上 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 似乎还在抗拒呢 没错 你想一个国家 那么它霸权维持了 一百多年 甚至将近两百年 差不多有三代到四代人 基本上 它从一生下来 它就知道 我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所以它很难接受 它往下走 那么一个面对 一个残酷的现实 有民调显示 英国到现在为止 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 英国老百姓 不认为英国已经在衰退 你不觉得 这些觉得很可笑的事吗 所以英国如此 美国呢 现在也将会面临 同样的情况 因为事实上 美国也已经在衰退了 但我相信 绝大多数美国人 还没这感觉 那未来呢 英国还会继续萎缩下去吗 用我的话来讲 就继续地 朝它的基本面回归 那它基本面回归的话 它就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里面 可以从好几个角度谈 首先谈GDP 那么我们都知道最新的资料 那个英国以前殖民地 印度它GDP 在今年会超过英国 所以英国会从第五位 落到第六位 印度超过它 成为第五位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它的领土面积 它的管辖土面积 最高的时候 三千四百万平方公里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 大不裂点已经很难 继续下去了 明年呢 苏克兰要举行独立公投 然后有可能 北二南也可能会 从英国分离出去 最后威尔斯也保不住 所以我预见到 英国最终呢 它的土地面积 只会剩下一个小英格兰 从大不裂点 回归到一个 基本面的小英格兰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看到 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英镑 英镑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 也是国际货币 但现在已经慢慢不是了 而我预见到将来 大概十到二十年嘛 最多三十年 英镑也会 失去国际货币的一个地位 最后就是英语文 因为英国有美国撑腰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英语文呢 现在变成全世界 最重要的一个国际语言 但是呢 我估计时间也是 差不多三十年左右 最多三五十年吧 英语文也将会 从国际上的语文 这个地位上 逐渐的消退 所以这也就是您所谓的 任何国家在长期 都必然向其基本面 回归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基本面 这样的概念很有趣 但也十分重要 却又是一般专家 容易忽略的角度 英国分析 已经告一段落了 而它的基本面 最终很可能就是回归到 以前只是一个呢 这个小英格兰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就要来谈谈美国呢 对 谈到美国的话 那么首先要指出一点 就是我对于美国 胜衰的一个观察 或者判断了 跟那个达里欧呢 有一点出入 有一点出入 我也注意到了 您指的是 由胜转衰的拐点吗 是 这个你注意的很对 那么因为过去呢 在这个长期来 我在节目中 谈美国的一个 历史的拐点 都是谈200年 就是新旧世纪交 但是呢 我看到那个 达里欧的书以后 他的大拐点 美国走下坡的时间呢 大概在1950年 比我早了50年左右 为何您跟达里欧的分析 竟然有50年的差距 但就现象观察 我或者是一般人 更多可能是 认同您的观点与判断 毕竟1950年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正是美国的高峰式吗 对 我想一般人 可能比较接近 接受的一看法 是2000年之后开始 但是呢 我认为 这个达里欧的分析 可能比我还要更全面一点 因为我记得 当时的介绍 那本书的时候呢 它这个曲线的指标呢 是根据18种指标来算的 它不光是看经济 科技跟军事 有形的一些指标 它还看到一些价值 或者是教育啊 文化 社会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 比较更接近 我所谓的基本面的概念 所以从基本面的概念来讲 我比较更同意的 还是达里欧 而不是我自己的 美国应该 从1950年左右 就开始往下扑走了 但不管是哪一种观察与判断呢 虽然大拐点的时间 是有点出入 但关键是走势或趋势 却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正在或持续地往下走 而除了从趋势上的观察与判断之外 对于美国运势的下行 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逻辑的分析呢 可以啊 我可以从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呢 还是从那个基本面的概念 就是美国过去 大家看到美国是一个 二十四纪的最大霸权 那么这个霸权是建立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霸权基础之上的 但现在呢 我下面就会分析 它的霸权基础都开始动摇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判断 这个霸权就动摇 那么它的这个霸权呢 就会往基本面回归 但是呢 它这个基本面还是不错 那基本面到底是什么 我稍后我马上就会解释 就算是回到基本面 美国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基本面 不足以让它称霸 它可以维持一个 大国的一个水平 但是很可惜 美国 我第二个角度分析 美国它不能够 善于保持它这个基本面 最近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在自我建大 它基本面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价值 或者基础 那么这个让美国会加速下行 这听起来有点悬 我希望呢 您可以具体说说 但还是先从第一个 也就是美国作为一个 世纪霸权的霸权基础 开始谈起吧 好 那么这个呢 我相信观众朋友很多都很熟悉 我过去讲了美国霸权的五个基础 分别是这个恶势力 软势力 硬势力 阴势力 还有这个最后的一个虚势力 这个第一个呢 它是现在已经不存在 那是差不多300年前 它建国的前后 这个杀戮印第安人 无偿取得土地 然后这个进口这个非洲的黑炉 这个用廉价的方式来剥削 这个黑炉 那么所以这个呢 它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恶势力 是它美国后来成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么后来呢 其他几个实力呢 这个软实力 硬实力 阴实力 还有虚实力呢 这个呢 也都在 都在开始弱化之中有这么一个现象 完全同意哦 好 那这个美国第一桶金的恶实力呢 是美国后来 成霸的阶段性和基础性的贡献 但是啊 毕竟呢 早已经步入历史 其他四个都还存在 软实力 硬实力 硬实力 虚实力 但我记得您说过 这四种实力都很厉害 但最厉害的还是最后一个 也就是硬美元的虚实力了 对的 这个我相信我这么一讲 大家都完全能够明白 这个虚实力印钞票嘛 就美国最厉害的实力 就我曾经强调过一个 就是美国最后一个实力 虚实力 它的厉害的程度呢 它的对美国的贡献呢 是超过前面四个实力的总和 那么它通过印钞票 那么在全世界 套取别的国家的资源 那么这个手段呢 要比当时英国 用剥削的方式 这个来这个殖民别的国家 我觉得手段还要更高明 而且更厉害一点 对 美国的虚实力 可能是比英国殖民主义的 剥削还要厉害 但客观来看 它跟软实力 硬实力跟硬实力 也都一样 似乎正在弱化之中 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特别强调的 就是 美国这个几个实力呢 成就它霸权 但这几个实力 不管是软的也好 硬的也好 或者是硬实力也好 虚实力 基本上都已经开始 从上 这个巅峰 开始往下坡走了 这是一个 你仔细观察就可以了 但是我今天要稍微 做一个修盛跟补充 我认为 硬实力下降的速度非常慢 甚至我还认为 美国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实力 已经不是我刚刚特别过去 特别强调的虚实力了 而我认为 美国今天在全世界 承霸了一个最重要的实力 甚至于超过虚实力的 就是所谓的 因实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实力会是 美国霸权真正 最厉害的实力 还有美国霸权实力 正在向基本面回归 美国的基本面怎么看 美国霸权前景 又该怎么看呢 精彩分析 马上回来 美国霸权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 美国霸权的形势 危机 以及未来的前景 陈生刚才修正了 之前的观点 现在认为 美国霸权最厉害的实力 比虚实力印钞票 还要更厉害的 其实是因实力 所以石先生 为什么您认为 因实力最厉害 又该如何理解呢 好 讲到因实力 或者因实力 为什么厉害呢 那我先讲一个现象 那大家看看 这个现象 你们是不是很熟悉 那就已经全世界呢 现在越来越多人 已经看到美国 做了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坏的事情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很奇怪的现象 今天全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 很多国家 还是听美国的话 跟着美国走 为美国 为首是从 为命是从 那么圣主义 已经被美国 这个 这个占了便宜 他还是跟着美国走 你把最新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现在欧洲 这俄乌战争之后呢 欧洲现在是 情况是最惨的 除了乌克兰之外 欧洲情况最惨 这个能源野圈 天然气野圈 物价上涨 这个货币贬值 资金外逃 还有出现这么大 但是欧洲 还是跟着美国走 你说这很奇怪吗 很多人看了以后 应该觉得很纳闷 对不对 对呀 很多人都感到很困惑 但是又该如何理解呢 可以有两个解释 第一解释 是很容易想到的 就是现在 大家会发现到 莫克走了以后 果然不一样了 就说明 世界上这个伟大的 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现在越来越少了 那至少在今天欧洲 我们可以看不到 刚上来的英国首相 就给大家这么一个印象 是吧 不过还有一点 是一般人比较忽略掉的 就是除了这个 缺乏一个担当 有远见的 有格局的政治人物之外 今天 美国还有一个英实力 英实力什么意思呢 它通过各种方式 来掌控全世界各国的 各种黑资料 这个黑资料 不管是你政府的黑资料 还是你个别政治人物的黑资料 它如果掌握到手以后 它就可以要挟你 它可以掐住你的脖子 让你不得不听命于它 那如果有什么政治人物 或者哪个国家 政府不信邪 不知邪 那好美国 那就对付你了 好不好 我就把你干掉 我就把你做掉 我就把你颠覆掉 我就把你和平演变掉 我就把你政变掉 这是美国最擅长做的事情 不是吗 所以这个才是美国 今天让全世界 这个不得不跟他走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政治人物缺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蓬佩奥 以前作为美国全国国务卿 他的现身说法的一段 给大家领教一下看看 从刚刚的视频 我们的确呢 可以看得出来 神神灵机却说的是事实 但是您又说 不管多厉害 美国这些实力 无一例外 都是开始或正在弱化这种 没错了 这个软实力硬实力的 逐渐的弱化 这个大家慢慢 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那么现在的话 因实力呢 也因为美国做坏事 做太多 大家心里面越来越提防了 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 相信对于美国 做硬实力的空间呢 也给它压缩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这个前面几种实力 这个软实力硬实力 硬实力或者虚实力 都在弱化之中 但是呢 就是美国开始 向它的基本面回归了 当它这个霸权基础 松动了 它就向它的基本面回归了 但我特别强调一句 它就是向它基本面回归 它的整个基础 还是很好的 虽然这个基础 已经不能够 让美国称霸全球 但是作为一个大国 强国的基础 还是存在的 很可惜 它连这个基础 自己都不好好珍惜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会分析这些内容 具体地说 应该如何来理解 美国的基本面呢 美国基本面很容易理解 用我们最通俗话来讲 它地大 它物博 这个不要我解释 它人口也多 而且人口数字很整齐 而且还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这也不需要我多说 然后它一个体制 虽然不是近三近美 但基本上也很优越 这我们必须承认 所以这就是它的基本面 如果说这霸权不在 但就纯基本面而言 美国未来 其实作为一个大国 或强国的条件 还是有的对吧 但您却说 就算已经向基本面回归了 美国现在许多座位 甚至连它的基本面 都还会被伤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 这个美国现在 在朝基本面回归 那么 所以呢 它已经慢慢地 失去做一个霸权的条件了 但是我又强调 它即便 即便是回归到基本面 还是可以做一个强国 跟大国 但可惜的是 美国连这个 自己都不太懂得珍惜 美国自己在 糟蹋它的基本面 我随便可以举一些例子 给大家做参考 一个眼前的例子 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特朗普之后 2018年开始 对中国采取 关税战贸易战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缩小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那么结果 这个战打开来以后呢 打开来以后发现到 利差不但没缩小 反而还在扩大 适得其反 但美国到现在的位置 还是坚持 坚持不把它取消 尤其那个戴琪 那么然后呢 这个叶伦 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是战争取消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国现在 通货膨胀 已经达到8% 那如果取消的话呢 就能够至少使CPI 下降1.5% OK 但是呢 戴伦或者一帮 这个对华的鹰派 还是坚持不取消 宁可这个贸易利差 这个继续扩大 或者是物降膨胀 看孩子 这个就要自残嘛 对不对 这个是自己 招他自己嘛 是吧 是 那么美国 原本是要惩罚中国 但中国未必会 因此受损伤害的 反而是美国自己了 没错 这个就是我说 所谓的自残 那个自残就是 伤人没有伤到 但反而伤到自己 那我还可以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那就是美国 这个前不久 为了要对付中国 就限制美国的 高科技产业挥达 你不准卖这个 AI的晶片 到中国去 结果当天 这个挥达的 这个股价就下跌 因为它的利润 损失很大 美国现在就前两天 还宣布一个扩大 就是让美国 高科技产业 对中国的投资 都是一种自残的 一种行为 是吧 是 包括经济 贸易科技例子 还真是不少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货币 就货币我刚特别讲的是 美国的这个实力 最重要的虚实力之一 对不对 这个虚实力就是 1940年 美国在布林安德森林 会议里面争取到的 那么全世界各国 愿意接受美元 作为国际货币 但它已承诺 要跟黄金脱钩 但1971年 它就把这个承诺 给撕掉了 这就让 它跟黄金脱钩 所以它的信用就丧失了嘛 所以它是自毁长生第一步 那么美国后来 心里面不放心 后来就这个 说死阿拉伯国家 杀了阿拉伯 你给我这个保证 让全世界买石油 通通要是石油货币 就换句话说 跟美元跟石油挂钩 这个以石油为毛 这个取得大家 对美元的信心 然后呢 但很可惜 到了2008年 世界军用海啸以后 那为了救市 大赢钞票QE 大赢特赢 赚取别人的国家便宜 这是它自毁长生的第二步 让它自己的美元信用 在进一步的上市 但即便到这个地步 世界各国 大多数还是正在用美元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大家已经用习惯了 第二 美元还是以石油为毛 大家还决心得过 第三呢 就是这个 还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取代美元的 一个替代品出来 明白了 但这些形式 最近都正在出现变化了 你讲的没错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欧乌战争爆发了以后 但是突然发现到 我不用美元也可以的 这个打破了过去 那些非用美元不可的 这么一个过去的一个心态 再一个 你可以注意到 由于这个欧乌战争爆发以后 使到全球的能源的市场形势 出现很大变化 这个沙特阿拉伯 现在应该跟美国关系搞坏了 所以沙特阿拉伯很可能 将来会改变 跟中国或者跟其他的石油交易 改用人民币基加 不是用美元基加 这个对美元来讲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是美国自毁 第三步或第四步 最后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美国过去 确实做了很多坏事 让全世界各国 无形中慢慢再形成一个 反美阵线 这个反美阵线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了 那么这个对去美元化 是一个推波重来的助力 对人民币的国际化 也是一个助力 这又是美国自毁上升的第五步 是 我们说整个形势的变化 的确非早先所能想象 美国不断的自贪自毁之外 还有什么呢 OK 我们再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那个 我刚才讲 它基本面条件很好的 它基本条件很好中 有一个很好条件 就是它的价值 它的体制是不错的 这我们必须承认 虽然它的体制也在弱化了 但是美国又在破坏 它自己的价值 也在破坏它自己的体制 那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最先面一个例子 也是跟俄乌战争有关系的 美国为了要对付俄罗斯 对不对 然后制裁俄罗斯 是吧 你制裁也就罢了 能不能制裁掉 那是另外一回事件 但你在制裁的手段里面 居然用了一个非常粗糙的手段 居然是没收了 或者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不光是政府的 几千亿 六千亿美元给你冻结了 甚至于你还把它没收掉 这个让全世界看得眨眼 这个私有财产权 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那今天美国为了 对付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手 不惜把这个 必须要 而且它自己 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也不惜摧毁 你不觉得很奇怪 很纳闷吗 确实如您所说 这就是摧毁了市场经济体制当中 最核心的价值 保障私有财产 这对市场经济 无疑是极大的破坏跟打击 对 所以我刚刚讲 这是一个历史 就是美国的体制里面 我们讲政治体制 经济体制 社会体制 刚才讲的是经济体制 它破坏了私有财产的核心价值 那么另外 政治体制跟社会体制 它一样也在破坏了 我今天就不需要再展开了 你比方讲 在政治体制里面 所强调的人权 或者公平正义 今天美国自己都做不到 美国不但在破坏别的国家 这方面的东西 也在破坏自己 所以我觉得美国 就是为了对付俄罗斯 对付中国 不惜自残 不惜自毁 事实于不惜自弃 这个价值 最好的一些价值 就自己把它抛弃掉了 所以美国有点像自作烈了 听起来 这个自残自毁自弃 加上霸权基础的松动 看来美国这个霸权 的确正在加速走向衰落 美国如此 英国如此 难道这真的是一条规律吗 怎么看待 接下来历史规律 精彩分析 请继续收看 评说心语 今天的评说心语 谁说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还是跟前面有关 今天题目定的是 八国联军巨王乙 好吧 这个八国联军 大家一听很清楚 就上个世纪1900年 因为义和团事件 那么使到八国 一起来对中国 来欺负中国 打中国 把大清帝国 打得几乎快要衰亡 然后光是一个新丑条约 就从中国掠夺了 一大堆的 极易粮的白银过去了 那么这个事 我相信大家读历史都知道 那我今天要谈谈的就是八国 这八国家现在都在哪 都干什么了 都怎么样一个状况了 这八国联军里面 头一个已经解体了 这个头一个就是奥匈帝国 奥匈帝国 在当时欧洲是一个非常大帝国 但是1918年 一次大战以后解体了 解体现在是变成什么了 变成奥地利匈牙利 然后斯洛华克 这些国家 好那么剩下还有七国家 剩下七国家 英国跟美国 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 你再怎么了不起 现在都开始走下坡了 都像你基本上也回归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们这个都看懂了 美国现在已经往下走了 实验室虽然你最早 已经开始强调美国 看衰美国 但现在我们都看懂 但我告诉各位 我最早提出美国往下走 之一往下走 但是我能够证明 美国为什么会往下走 这就跟李奥当年讲的一句话 有关系 有点类似 李奥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们都说他是混蛋 我说他是混蛋 但我跟你们不一样 是我能够证明他是混蛋 OK 好 英国 美国都往下走了 还有五个家 这五个家三个国家 法国 现在预生乏力 意大利已经变成一个小国了 德国从默克尔下台以后 我看大概一般 都不会看好德国了 是吧 最后两个国家 俄罗斯 俄罗斯在那边撑 勉强撑个这么大土地 什么时候土地还萎缩 都说不定 那么至于像日本 我已经曾经分析过 日本已经失落三十年 可能还要继续再失落下去 总而言一句一句话 所有这些八个国家 不是奔解 七个国家 都正在向它的基本面回归 全世界在长期间 都在向基本面回归 视频大家先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日再会